圣经就是生活,搅拌 对于喜欢做菜的人,这两个字并不陌生 没有它,佳肴无法上桌 所有的食物,包子,馒头,都需要经过它一番折腾 如果我是那些食材,一定是这么想的 就拿饺子来说,冲最希望做自己 才不喜欢和它截然不同的姜配搭 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如果没有猪肉,胡萝卜和高丽菜的加入 只是一股怪味水罢了 借着盐和酱油的调和,全部成为一家子 血浓于水 彼此的谦让和顺服,成就了你我口中的美味 但在尝鲜之前,食材必须先被翻动 少了搅拌这份苦差,就没有馅的存在 面皮也是多余 但是如果把这个过程运用在生活上,有时真的是太久了 儿童教育,梦想,关系,似乎您我都知道需要什么材料 也已经提供所需 但就是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不但如此,居然是沉淀的反效果 最近在好市多买了一瓶韩国的百香果蜂蜜茶 急性子的我,马上用冷水冲泡 本以为只要叫个几下就可以 一开始,的确可以喝到蜂蜜和百香果尾生出的甜酸滋味 快要喝完了,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奇怪,越喝越甜,原来杯里全是霸占果香的死甜蜜啊 是否你把你自己的一切给了孩子,却连龙凤的影子都看不到呢 是否追梦如电影喜剧之王的女主角如梦一样辛苦呢 总是擦身而过呢 在友情和爱情上,为什么受伤的都是你呢 也许你我都需要学会再多搅拌会儿 有精英的人都知道如何拿捏这门功夫 有时就算是日本学习天才 森川魁也是会失败的 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行 放下你搅拌人生的器具 让耶稣来帮你解决 并承担人生一切无奈和绝望的沉淀呢 可别小看他 他可是人生的搅拌高手呢 我们的需要他全知全晓 为了更能够了解你我 他谦卑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做鲁蛇的朋友 约翰福音第一章 不管是无社会地位的贪子 路加福音第五章 撒玛利亚的小三 约翰福音第四章 麻风病人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 笼子、瞎子 约翰福音第九章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来到他面前 包含你我 他照单全收 不仅如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彼得和安德烈一样 一护照就尾声 就算如此 人性里还是有很多沉淀物 需要慢慢搅拌融合 耶稣从不以果汁剂的高速来改变人 他总是轻轻地 慢慢地温柔和个别地来对待每个需要搅拌的灵魂 经过大师级手脚的成品就是不一样 你现在的一切成就都是耶稣借着他的智慧恩典怜悯 把人事物搅拌出的结果 如果你累了 不妨给耶稣一个机会 让他的冰魂手继续帮你搅拌人生吧